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答应了 答应就往前就走走走走到一个庙里头 这老和尚就愁眉苦脸说 拜托你能不能帮忙问一下真见着佛祖 说我修了五百年了 我啥时候圆满呢 修了五百年 他说我猫不着门 什么时候圆满 他说行 这和尚呢就给他 反正就准备东西呗 往前走快到西天的时候 遇到一条大河 过不去了 过不去了 他说这可怎么办呢 我去不了西天了 然后他就哭 在河边哭 磕头哭啊 说这个佛祖啊 见你这么难 其实我就身无分文 我就想问一个道理 我为什么这么穷 哭着哭着呢 出了一个大憋 憋一过 我拖着你过去 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我什么时候能成龙啊 我都一千年了 我没成龙的 要办说行啊 所以憋就拖着他过了河了 过了河之后 他到了西域了 他说哪儿 佛祖在哪儿啊 我到了西域了 我也找不着佛祖啊 他说这简直是 他意思就是佛祖梦 都胡说 这民间都是胡说 哎呦呦呦 那走到这儿了 他就找个地儿睡了 又睡觉的时候 做了个梦 做了个梦 这佛祖在梦里出来了 说你挺辛苦的 还真来到这儿了 说我答应你三个要求 答应你三个要求 这和尚 这个药发一听说那行了 他答应三个要求 他说他算计算计 他说这王八最可怜 一千年了 先替这王八问 说这个遇到了个龟 这龟一千年了 问他什么时候能成龙 佛祖说 他就老珍惜啊 不舍得扔他那王八盖 把王八盖扔了就行了 哦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说 说这个和尚 说五百年了 还没圆满呢 哦 说那和尚 手里老煮个膝帐 那个东西是个宝贝 把膝帐扔了就行了 哦 第三个说 说那个 那还有个圆外 那女儿十六了 这个不说话 那个 他一说话 就是他要嫁的人 哎 说完了 这个梦醒了 说没来得及 问他怎么求 哎呀 说这事不好办了 他这事 反正我也找不着佛祖了 这佛祖梦里说 这么个话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那他也没招呼 回去吧 回去了 回去 还原路回去 所以第一个建议就是王八 说我替你问了 问了佛祖说 你把王八盖扔了就行了 王八一听这个 咔就把盖给摘下来 说这盖送给你吧 里面有二十四颗叶明珠 哎 扔完这盖 这王八真成了 到了这个庙那 和人问了 你把膝帐扔了 和人一听这 那膝帐给你吧 哎 除给他 和人圆满了 走了 哎呀 他说还真有这事 抱着这个叶明珠 抱着这个棍子 膝帐 就到了这原外家 原外家他一敲门 哎 这个哑巴就不说话 女儿出来了 一看见他 说这个爹啊 女儿说话 说爹啊 那个见佛祖那人回来 这原外一听 连这人一块就拽进来了 对不对 这是女婿 这故事就完了 我也不知道 多少朋友都听懂 命就是命 对吧 佛祖不是人能见 所以真正人们见到的 一些灵异的事情 似梦非梦 一个任何一个修行的人 在人中有贪念 在人中有贪念 他就不成 什么叫人中贪念 不用人的理 去评判自己遇到的任何事情 不用人的理 也就是他的境界不在人中 只要任何一个人 他用人的理去描绘的时候 他的境界就被局限了 所以你会看到 越有道行的人 很多越有道行的人 他反而不爱说话 为什么 因为人们跟他讲的很多道理 在他的眼睛里 什么都不是 他看到的人的很多道理 就是一份愚蠢 所以当站在不同境界的生命 去看待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的着眼点不同 习近平打击张德江 借用余震生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Step into a divine land full of ancient wisdom and timeless beauty where heroes become legends goodness always prevails and the door to the great way is open A lost culture returns When Shen Yun takes the stage For showtimes and tickets Visit ShenYun.com 要求彻查香港政协 余震生定下了五不准 香港爆发了获选议员 宣誓风波 最后这两个人 在张德江主动人大 释法的背景之下 截止到现在被剥夺了 他们议员的身份 在香港地头上出现的对立双方 倡导 倡导这个什么 港独的 本土的人 跟梁振英 张晓明 是一波人 是一波人 所以一波人一块唱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演出这场戏 把整个香港市民激怒 打击习近平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在人大事法和香港高东法院 做出决定之后 结果习近平 王岐山和余震生 突然针对政协的 港澳政协人员下手 在香港社会被分裂 被撕裂的和局势紧张的背景之下 习近平组织高规格的调查组 对港澳政协委员进行摸底 那在摸底当中将涉及到那些 如何混入政协的人员 通过买卖获得政协委员身份 有案底的涉黑的政协委员 都将成为重点清理对象 而这一次的做法是由中纪委 统战部 人大和政协四方联手组成 由中共现任的政协主席于震生 和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具体负责 首要清理那些靠花钱买的 涉黑的政协 连带整肃中联办统战部的受贿人士 张德江在人大事法这件事情 完胜了习近平 习近平在这件事情上什么都不能说 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只能另辟蹊径 这就是另辟蹊径 提醒大家 与此同时 他把这个原来的温州市的副市长 让他从美国过来进行投案自首 对吧 杨秀珠 而杨秀珠官场释出升迁的过程 就是张德江主政浙江的过程 所以你看到了杨秀珠 你看到了于震生 而他们的目标张德江 11月3号晚上于震生召开了相关部委的会 那他是政治局常委 对吧 所以他是政协当中的一把手 所以这事就不好办了 对吧 他提到 要不失时机的拨乱反正 正本清源 彻底清查 整顿涉及违纪违规违法状况 违纪违规 这是中共党内的 违法是国家法律的 提到五不准 不准搞传宗接待形式 不准把责任使命 授予嘉奖 荣誉混同 不准违纪违法 搞金钱交易 不准搞私交 人情 不准以任何借口 搞所谓的特出性 照顾性的违反准则 近日有人参与了乱港的行为 这是习近平对张德江下手 美国之音针对川普的获胜 特别是针对美国日本首相 在星期三第一时间来到了曼哈顿 拜见了川普 而日本首相明确讲 川普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在这个背景 美国之音专访了一个人叫做尚穆杰 尚穆杰是曾经在克伦敦期间 美国驻中国的大使 那他讲说 川普应该尽快的与习近平会晤 他自己讲说 首先我对当选的总统川普讲 竞选结束 现在得治理这个国家 他需要尽快与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举行一对一的会谈 需要相互了解 近期建立关系是很紧迫的事情 那否则两国会滑入带有敌意的时期 我不要看到这种情况 那美国之音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他说如果习近平寻求您的意见 如何跟川普打交道 他说我不认为会需要我什么建议 我认为他很清楚如何与川普打交道 用中国外交官的常用的外交手法 就认真的请听 并带有敬意的陈述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 认真的请听 并且带有敬意的陈述你的看法 而不是显得好斗 或者说指手画脚 他说我认为这不行 习近平主席很明智 知道这样做是不行的 所以不会这么做 那我个人以为呢 这就是一个民主派的人士 他的看法 我觉得这也不用太说什么了 在我的 在我个人的理解当中呢 川普如果按照我们那期节目说的 如果有人在三年前 都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告知说 在三年之后川普会当选的话 川普的自然选择 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他的自然选择的做法 他自然选择的出现的本身 就是一种命运的概念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